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海面上的搜寻都要避开这些磕棚 可能也相对的增加了一些搜救跟寻找上的这个困难度 那么稍早的时候我们也职急了 其实在昨晚彻夜的搜寻工作当中 包括这个空军的人员呢 也持续的搭着这个交阀 在海面上来进行搜寻 那么由于这个一整个晚上 其实都没有停歇这个工作 因此他们在靠岸的时候 似乎也在进行这个装备整备的工作 以及要稍微为这些的搜救人力保留一些体力 也因此先来进行换班 不过截至目前为止 针对所有搜救 包括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发现到什么样的 包括这个战机进一步 可能有这个残骸的这个地点 或者是上位飞官陈毅人到底在哪边 目前军方仍然是维持一贯的低调态度 并没有多做说明 而根据了解目前陈毅的父母 还有他的女友 都已经先抵达了嘉义基地 大家都希望能够等待好消息 而现在把握救援的黄金72小时时间 海陆空持续的搜救当中 以上是我们现在掌握最近情形 将镜头交往给棚内主播